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息于那唇齿之间这句话 出自莎士比亚 苍蝇小子 别为了我特别嚼薄荷糖 亲爱的 那敢不走我 吸引我的不是你嘴巴里的味道 而是你呼出的二氧化碳 只要你还活着就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第三 你就像沙漠中的绿洲 我可不是在作诗 总是会在沙漠 海滩和干枯的停车场上 看到苍蝇在那儿飞来飞去 和你一样 我们也会口渴 所以我们要喝你的汗水 为什么不要呢 你的汗水附有充分的蛋白质和盐分 你不用就真的太浪费了 来喂苍蝇吧 况且 亲爱的 我不愿意看到你不开心 但如果你一定要哭 就让我把你的眼泪喝了吧 好喝 你看 现在它们是喜悦的泪水 让一只苍蝇恢复体力 这将原本痛苦象征转换成爱的泉源 这不是很美吗 你知道还有什么是美丽的吗 鲜活的肌肤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你在磨砂膏和去角质产品上 花了一大笔钱 但 第四 我喜欢享用你不断脱落的表皮细胞 这是苍蝇最爱大块朵鱼的零食 来吧 打跑我啊 我会一直回来 吃到我肚子撑破为止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朋友都带来了 你身上有太多美味了 我这一辈子连一道疤都吃不完 因为我的一生是相当短暂的 这也是我总能躲避你们手指的原因 存活不过几天 但我体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间感 和人一年等于狗七岁这个公式不同 尽管科学家尚未计算出确切的时间 但对于人类来说 时间可说是过得飞快 但对于苍蝇来说 人类的动作就像是浪漫爱情片 有如慢动作进行 你永远抓不到我 好吧 苍蝇派不算 不要以为我在糊弄你 当我看到你可爱的小脸蛋 折射在我一万两千只眼睛里时 我每只副眼中都有着六千个小眼 我对每只眼中的你都深深着迷 这让我能轻易地躲开你挥过来的手 我可以从一万两千个方向 看清楚你的动作 若你在为自己只有两只眼睛而感到难过 不如想想看 在我一万两千只眼中 都能看见拥有两只眼的你 也就是说 在我的眼中 你有着两万四千只眼 还有哪个人的情话比这个好听吗 还有 我特殊的翅膀也能让我轻易躲开攻击 不像小鸟是上下拍打翅膀 我们苍蝇则是前后挥动翅膀 改变翅膀挥动的频率或角度 不论是旋转 俯冲或是飞舞 皆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每秒可扇动翅膀数百次 发出阵阵的嗡嗡声 绝对能让你抓狂 感觉是互相的 嗡嗡嗡 哦 你在指甲留下了点花生酱给我 亲爱的 太感谢你了 为什么我们要爬过你的脸颊呢 因为我的脚上有味觉感受器 它们能帮助我找到皮肤上最饱满的汉字 我并没有牙齿 所以在我想用前 我都会吐出些许消化液 只有一点点 你应该不会在意吧 好把你下巴上脱落的皮 或掉的面包蟹弄软 你听过用蜜比用醋能抓到更多的苍蝇这句话吗 好吧 你总是用蜂蜜洗面乳 草莓香味洗法精和香甜的香水来驱赶我的表兄妹 果蝇爱香蕉 你不能怪他们 并不是只有他们这样 这些花香也会让蜜蜂 不是苍蝇抓狂 如果我告诉你 苍蝇其实就跟蜜蜂一样 替许多水果和花朵进行授粉 你会喜爱我们吗 而且我们从不遮人 会咬 但从不遮人 我不会遮人 像我这样的丛林苍蝇 有着柔软多肉的嘴巴 里面充满着电影明星 常在注射的胶原蛋白 嗯 接吻声 但我的表亲 史基特 蚊子可是会遮人 它无法抗拒你身上散发出的温度 还有暖和的血液 动物所散发出的血腥味 再来是第五 有些苍蝇因为你火热甜美的血液而爱上你 而在夏天 当你有更多柔软的肌肤暴露出来时 你更是特别的迷人 没错 亲爱的 史基特指的是蚊子没错 但你知道 其实蚊子也是苍蝇的一种吗 苍蝇 或者说是双赤目动物 是一种飞行昆虫 有着六条腿和两对翅膀 一套用于飞行 一套则用于平衡 我知道我并不是第一个爱上你的脸的苍蝇 我也不期望我是最后一个向你求婚的人 世界上只有一个你 却有千千万万个我 至少有三万个物种 据我而言 我是只灌木银 也被称作丛林苍蝇 更长得像我的表亲 佳银很像 你不喜欢它 它其实对你也不感兴趣 它只是吃吃你家里的东西 像是水果 把苍蝇拍收起来吧 忘了它的存在吧 自己过活也要让别人活啊 我 顽固者薄熙将永远不会遮你 我只是想从你的皮肤汗水汗眼泪中寻找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盐分和糖分 但史基特就想要吸你的血了 为了他的孩子 他真的是个好妈妈 只有母蚊子才会咬人 你的血液中还有他们后代生长所需要的蛋白质 他不会弄痛你 史基特非常熟练于长吻 就像母亲触摸孩子时那般温柔 因此 当他在着印你的血浆时 你是不会被吵醒的 尽管你被咬的地方 之后可能会痒 我知道 你想安安静静地睡觉 但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你一个人睡 因为我们只能存活几天 正因如此我们既非夜间活动也非白天活动 而是必须日夜不停地休息 进食和飞行 看时钟就在那里 和史基特相比 我的表兄马银摩根就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摩根会大口咀嚼 你可能会因此而流血 更可能会痛 你可能会认为摩根长有牙齿 但其实他没有 他有的是像刀子般的嘴唇 能轻易划破你的皮肤 然后开始喝你的血 最后留下烂摊子走人 好消息是 我们还没有发现 马银会传染任何疾病给人类 我只渴求你能幸福 但若你真的不想在我短暂几个小时生命中遇到我 你可以这样阻止我 准备一顶澳洲流行的软木塞帽吧 其实就是周围挂着许多软木塞的狩猎帽 利用这些挂着摆动的软木塞来驱赶苍蝇 其实这没什么作用 但亲爱的 我很想看到你戴上它 你一定会看起来很可爱 而我知道这都是为了我才戴的 我不喜欢防蚊液 最主要是因为它不只足以毒害我 也可能会伤害到你 我也不喜欢电风扇 虽然我的表弟山迪很爱在气流中冲浪 更是很爱像你一样扑打苍蝇 真的 它们总是让我避之唯恐不及 但你若真的想阻挡我 不如去冲个澡吧 但这又太浪费了 那些可爱的汗水汗脱落的皮屑 就这样流入下水道 让我好想哭 那又有谁能来灼饮我的眼泪呢 亲爱的 拜托回信给我好吗 只是这次不要再用补银纸了 那不该是这样用的哦 若你今天有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麻烦给这支影片点一个赞 并有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上一部 或是下一部影片 然后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